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学习的时间啦 又是我刚刚休息的时间 然后就有一点点时间来复习一下 今天我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本 初学者开口学日语 然后把它烂掉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包起来 包到美女了,你看 好,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讲的就是 听不懂日语的时候要跟人家讲什么呢 第一句,我头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会忘记 第一句就是对不起,我听不懂 那对不起叫做什么 すみません,我听不懂就是 聞き取れませんでした 聞き取れませんでした 如果整句念比较顺的时候 应该是讲,すみません 聞き取れませんでした 如果你要叫人家再重复多一次呢 就是说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 那如果是说 你听到他讲太快 然后你要他讲 请说一点 请说慢一点好吗 叫做 もう少しゆっくり話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那如果是你想要人家用英文跟你说 就是麻烦你用英文说的话呢 就是英語でお願いします 英語就是英文 英語でお願いします 那如果是说 你再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那如果是说你想要人家帮你写在这里 就是可能写方向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你就可以写 你就可以说 ここに ここ就是在 ここ就是这边 ここに書い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ここに書い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好 就是到这里啦 总共学了六句 虽然今天不太学得进去 不太能背起来啦 但是 不错啦 还算是有学到六句啦 我要再继续加油 可能明天我们先 我们明天做一个复习啦 好 就是这样 拜拜